切割食材 搅拌成碎块 哎呦 这怎么个事又是切 咱灰哥切东西的本事 那还就真就不是吹的 来 下面的技术秤显示50 我懂 也就是说 需要弄出来50个碎肉块 只不过 这大羊腿上 怎么这么多蚂蚁啊 这玩意还能吃吗 管得着吗 行行行 你要不在乎 那我更不在乎 你看我这么一刀下去 那绝对是 呃 那别急 可能是因为我刚才切的部位啊 它骨头比较多 所以才这么点 你看我这么 我再来一刀 呃 那没事 不行咱们再补一刀 啊不是 失败了 这我都切到49了 你给我来这一出 这游戏策划 你这什么意思啊 难不成 游戏的规则是 只能切三刀 哎 那这是什么意思呀 慧哥 咱就是说 能不能搞像龟子 再来玩呀 这个游戏的获胜条件是 不能牵到上面的蚂蚁 就这 就这还游戏打人呢 我真会吹牛啊 小伙伴们 要我说 咱今天不能给慧哥们吃 兄弟们咱都铁哥们啊 咱不能听悦的 今天大家把赞都安排上 接下来我绝对不让你们失望 来都瞧好了 我还真就不是吹牛 刚才只是不了解规则 就下来你就看好了 我这么一刀 两刀 三刀 四刀 五十个碎肉块 一个也不能少 这个就叫专业 下一关 这次吃的是鸡 嗨 大同小异 咱们只需要观察蚂蚁的活动轨迹 然后眼睛手快 咔嚓一刀 掐头去脚 正好五十块 月儿 请停止你的质疑 我的失利准没问题 这台哪跟哪啊 后面有你好处的 你呀 这是闯关吧 行 咱们继续 这一关吃的是多宝鱼 哎 蚂蚁正好都在上面 咱们横着一刀下去 这不叫 哎 不是这怎么能卡住呢 喂 你这游戏没搞错吧 切的太大也不行 这还掉不下去了 我这是服了 那我就切小点行了吧 哎不是 这出bug了吧 游戏色话你在哪呢 快来 我怎么切都没反应呀 你总得给我一个解释吧 凭你的智慧 我很难跟你解释 哎 哎 我看你是不太尊重我呀 一定我没办法收拾你是吧 来 兄弟们 就这啊 就这咱兄弟们 要是不给他来几个店 要嘲讽一下的 那绝对不是咱们的行事风格 评论区交给你们 整起来 既然横着切不行 那就竖着来一刀 哎 二十切一个碎油块 这再来两刀 不就成功弄到了五十块 哎呀 其实啊 说实话 也没什么难度 排骨 不就是排骨吗 有什么一惊一乍的 我直接一刀切 轻松给你解决 我再一刀切 这 这可不是我不一刀切啊 是他没给我机会 那这样就没办法了 咱们只能慢慢的 一刀一刀的凑齐 五十个碎油块 哎呀 这他也不给我机会 展示实力呀 真可惜 你看人家辉哥 可真会给自己找台阶 自己菜还不承认 来兄弟们 咱们一起评论菜狗 让人家辉哥 下一关 收集足够多的蜂蜜 哎 这不跟刚才的玩法一样吗 那这次没有障碍了 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一刀切 啊 那个 好像确实 这个这个有点难度啊 这需要一百多个呢 你们瞧瞧 我这次我切了一半之后 也才五十个 然后 然后我一二三四五刀下去 不是 故意的吧 就差那么一个啊 下一关 戳破气球 救救小云 哦 气球里面装的是水 但是需要用针戳破它 然后让它落进浴缸里面 就能获得游戏胜利 我只能说这就是些小儿科 你看我只要找准司机 一戳 这不就过关啦 此话 上难度吧 呃 这别别别急 先来看看啊 四个类似球的东西 是干什么用的呢 黄色的上面挂了一个绳子 然后呢 黄的和蓝的连接 戳破气球后 哦 哦 懂了 看好了 咱们先这么一连接 然后再突破气球 水 这不就流进浴缸里的吗 太简单